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左马凡河非常流行 当然除了左马凡河以外 也可以走平豹地区 这是两种不同体系的这种攻防变化 红防马八近七 黑防局一几一 这一路变化 应该说最近是非常热点 对 我看好像赵轩轩特大 他是红防也下 黑防也下 看来他对这个棋 就是说他的体会是比较深 对 还有15年的时候 我记得他跟河北的深鹏大师 是对局的较量已经较了三盘棋 是 所以说他体会比较深 对 红的也赶走 黑的也没问题 红防接下来走冰武棋 这个冰武棋应该说是变化的比较激烈的一种走法 对 他比什么G2平4 G2推2这些走法都要凶狠 而且进攻的速度比较快 因此双方也演绎出非常精彩的对攻 主席一 红防G2平4 红防接下来走冰武棋 黑防过冰 黑方就得先把红防三盘棋吃掉 该红防走 对 10剑 红防冰武棋一剑 黑方10剑5 然后G4推移 然后黑方继续平4 这其实我们可以摆稍微慢一点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大家都很熟悉了 对于我们观众朋友可能有些细节还不太了解 对 也是 对于我们来的时候摆的感觉就是冰冲 这个棋子就等于是红防先从中路动手 黑方从7路进行反击 它这个竹子靠近红防这个帅服 现在这个棋就是等于双方各吃的一个子 对 我觉得这个棋黑方也挺勇敢的 中兵也不管 就直接G4把G亮出来 因为这个棋黑方不能马三进武 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对因为你马三进武红防一泡花斤自己打你 对这个马 你竹子静一拱我去自己一吃 就彻底把你捉死了 所以黑方也必须要量G走G平寺 然后红防走B5平寺一降 对 三平兵一降 这个棋除了拱兵以外 红防还有多种做法 包括十六进武 八八瓶九 都是有不同的变化 红防平兵将也就是想保留红兵 红防他不会说是 接下来 这步棋很关键 就是黑方走G8进六 黑方这招棋 也是经过棋手的不断的总结 认为是最佳的防御反击的方案 就是当红防冰四进冲的时候 黑方就不再去保定炮了 而是弃炮求攻 这个也是G8进六之后的一个战术的精华 就是棋子夺势 是这么一个思路 那这个他炮五进一躲开 是不是又慢一步 对啊 感觉很慢 现在红防有炮阿金斯的手段 这时候进炮 对 这儿呢 黑方这个棋就比较难用 如果你G8成3 我们可以打掉 这儿转化呢 红防马呢也不再逃了 对不太好逃 对吃你 吃掉 吃掉 他也把你吃掉 这个棋 黑方呢就比较吃力 红防中炮挺厉害的 对 如果你就浸泡队 浸泡队 红防呢就说的 长炮呢也 没有绝对 没考虑 因为你这个基础来 红防就最简单的 他就下兵 就减明这个占优了 你只能换 换他就笑积极把你飞掉 以后呢 红防有G5平7 有G5平3 红防这个兵呢 比你近 对 红防这个G呢 位置又好 他有这七兵拱起来这种配合 对 你只能足三及一 对 对兵 就后边我们不用给大家戏摆了 就是总之我们 红防简单的拱掉 他G5平3一捉又捉双 对 G5平3跟G5平7两手 对红防的B4平5 B4平3随时都会走到 对 所以这个变化呢 作为黑方来讲呢 就是明显吃亏 那黑方走炮8进4以后 黑方这个棋就比较吃亏吧 对 这个炮8进4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棋 先把你中路给破坏 另外黑方呢 还有一个走法 就足三级 强行冲足 那红防就可以把这B1吃掉 那G4平1开上 红防这个时候不要炮我棋 他不给你举2平他的机会 不让你去过 他下不棋就像G7进五 G9平6掏出来 你三路马这一串子力受攻 对 G4平6吃兵的话 那象就飞不起来 对 或者说红防先走G1也行 所以走不走都可以 是 这个棋就是说的 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 就是说红防可以这个占优 所以黑方呢 这个逃炮呢 这招棋呢 就是等于 就是容易吃亏了 对 黑方呢 就是不逃了 强行弃子去反击 这样的结果呢 应该说也是 这个给红防呢 扩展先手呢 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难度 那红防也只能先吃个炮 先吃再说吧 先吃一个炮 黑方打掉 这个可以换掉 这个兵必须的小鸟 红防 这个马必须得保留 对 马要是没有的话 肯定说的 实战是贴马 这个棋呢 就等于呢 红防的先马气退六 那么接下来 黑方打这个足 对 黑方必须得保住这个足 冲 红防这个时候做了一个改进 他走了一个G 9平8 先出去 黑方要G3平2呢 也是可以 G3平2它也G4平5 可能跟这个实战的结果呢 也大同小异 那实战当中 黑方就先去的G 然后红防又G4平5 因为他怕将来黑方炮五金刺再长起来 那就以后铁门栓的也起 对 红防呢 那尽可能把黑方这个中炮呢 盯住 给他换掉 因为不换呢 就是怕起门栓 黑方这时候就去他边 把他拉住 这个棋呢 就是跟以往的这个走法 就是不太一样 以往的这个走法呢 就是 红防都是先不G4平5 是先G4平5 先G4平5 但是这个变化呢 就是说 红防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说 他相不飞了 他炮打出以后呢 可以G的直接吹回来防守 黑方向三进 实际上呢 也是这么下的 红防这个 因为左翼G炮 里面被拉住 对 你现在你也不能去飞向 你飞向这个G炮 就更难摆出先键 对比较慢 对 红防呢 这个时候走G5去3 把这个G呢 回射回来 等于现在红防呢 用的这个策略呢 是刚开始是极尽的旋律 现在呢 是多了一个子 但是子力呢 受制 等于把子力回射回来以后呢 将来呢 再寻找呢 唐挪 闪展的这个机会 现在先 目前先防守 因为毕竟多个子嘛 因为不是 红防子力上不去 被黑方 这个马压住了 那个炮拽住了 对 所以他想这个通过这个G啊 攻守前备 他中G有好处 控制你马压进武上不来 然后呢 这个八路G呢 暂时呢 形成一个有力的呢 这个支撑 对 你黑方呢 也暂时呢 没有更好的爸爸 那黑方这个时候呢 就及时呢 把这个 呃 像呢 给他破掉 因为这个族 暂时靠进来也没有用 对 靠进来 那先吃个下 也有种 吃个事嘛 对 总之这个族呢 黑方也想好了 反正我先破你一个像 对 在合适的时候呢 我再破你一个事 黑方这个 有两个G在 红防也应该要谨慎一些 对 这个棋就是黑方有族 能破掉红防式像的话呢 就是形成了一个三G闹式 就是你必然要少一个事 然后呢 黑方兵种呢 保留两个G 当然那个马呢 要能够上来更好 但是它暂时呢 上不来 红防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走G8平9也太慢了 G8平9也暂时还是动不了 还是出不去 所以红防呢 就采用了向西进九 将来想呢 好像G8进一这么对G 一个是对G 一个G8平7 G7进二 这个棋呢 可以绕出来 因为你向西进九以后呢 也阻止了黑方这个足三级 足三级的话 你一拱他G8平7就是线手 对 G就可以杀出去了 这个时候呢 就说的对于黑方也是一个考验 这个局面到底怎么下 是 黑方 我觉得黑方挺纠结的 这边兵虽然能吃事 但总归少个子 心里不踏实 当然说这个棋 黑方呢 要是应对的得当呢 这个也能对红防呢 形成呢 比较大的这个压力 是 博老师这招棋走的还不错 他走G4平2 G4平1 先诸这个边向 也看一下红防这个态度 对 红防这个向如果回来的话 那这个 巨炮还是没法解开 对 因为大陆军就出不来了 对 首先红防呢 就强行呢 这个放弃这个边向 对 赵新新这个棋下来很积极 赵新新看来呢 对这个棋呢 还是比较有研究的 对 他呢 这个应该说在这个 明山系列战当中呢 运用这个杀手呢 嗯 他是有位而来 对 等于呢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明山战呀 他是准快棋的比赛 对 二十多分钟的棋 对 所以说对双方呢 这个要求呢 就比较高 你对这个布局啊 对这个中局的盘面呢 要都非常熟悉 你如果全凭临场去思考呢 可能这个时间呢 就会比较吃紧 对 那么接下来 黑方既然居走到这了 也不能这步吃相 他走居于腿 先把相吃掉 嗯 黑方走马 红防跳马 七斤六 嗯 马七斤六以后呢 就盯着有个冰淇淋 对 黑方这个二路区怎么走呢 他实际上走的是居于二瓶九 对 他实际上是吃冰 后来就是 在那个 15年年底 的那个碧桂园碑的比赛上 后来 红防赵星星又下了一盘这个棋 也是同样的棋 故技重演 对 他跟那个王天一特级大师下 当时王特大师 先兵换了个室 他就把他撞掉 对 然后他落了掉 然后他就直接鞠退一 他这个就直接就把鞠给开通 这样他冲兵 他就鞠退一 九二之一 对 正好你这个子弟不好动 对 这个吃掉 他就简化了 他这个局面可能也就是红防 就这么下的双方 对 红防好一点 他最终双方也是激战成河 然后他在鞠一平二 对 还是鞠一平九 鞠一平二可能更复杂点 他直接就这么下 再捉 对 他让你这个兵的位置不好 对 下底炮 他直接这么走 后来下成鞠炮兵 鞠炮兵把鞠给掉 这起感觉还是红防率好一点 对 感觉是红防好一点 不过双方 黑一方 当然说的他可以利用红防 少掉两个像一个式的机会 有些牵制 对 但是感觉还是红防机会多一点 比较多个子 王天一可能也是有准备 他觉得亏一点问题不大 他的力量大 他力量大 他能守住 那这个棋 可能下次照须新看看 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路 对 这盘棋当中 骨头大是走G二平九 先把这个兵吃掉 对 他先逃离危险 然后红防走马 六军四 因为红防 暂时 W炮不能动 对 他就是拍马会合 接下来 黑方走足七平六 一撞枪 那只能落室 对 因为你不能出降 出降一将就把你拘透了 拘丢了 只能试吃 对 然后黑方接下来走G九平六 这儿呢 就是说局面上来看 红防是少了两个像一个式 对 等于红防多了一个炮 那也就是说这个棋呢 就是看将来呢 谁先能发动攻势 谁对对方形成更大的威胁 物质上来看 应该是红防多大死 但是他这个式项少 少了三个 红防呢 选择的是马四架 对黑方这个G呢 构成前置 黑方再G六平七 那这个棋呢 就是双方也在不断揣摩一下对方的这个意图 红防又马上就在登场 对 那么黑方就G 七腿三就回去了 是 那么当时我看这个 没有选择G七平六 对 这个对局 我当时我就想 那么如果这么走的话 那是什么 什么一个局面呢 当然说红防也有马四架六 可能 但是如果他继续马四架二了 对 那黑方再G六平七回来呢 那这样的转化呢 就是说正常牵涉到一个棋柜 对 等于红防是进马 退马所以登是打 对 他进马呢 什么也不是 对 就说的将军也不算什么 是 这个是以后丢相 是以后的事 对 那这个棋就是说红防呢 如果要是保留马四架二的话 他这个棋就可以走G五平六 那G五平六 黑方该怎么办呢 黑方只能GG退三了吧 这个局面 对 他不走GG退三的话 他马二对四马四架六 将来 对 还是比较厉害 对 这个局面该怎么下 我觉得棋民朋友 我们大概可以来考虑考虑这个棋 好 那大家我们先稍事休息 回来以后再来看一个精彩对机 好的 好 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也是一个高难度的这个残局 对 就是黑方的这个棋呢 不能轻易走GG退三 对 这个感觉捉马 红防这个马也不太好逃 这儿红防有一泡泡近似 这个转化呀 黑方不利 好 那我吃了 你打了 打了 这个棋就说红防 这个落草马这个控制不住了 还有打兵啊 还有对居啊 这些手段都太多了 所以说这种走法黑方是不能接受的 那不能轻易 黑方怎么走呢 黑方可以G一腿吃掉 如果你要下几炮强攻的话 好 他这个棋黑方可以GG P一将 那只能出将了 对 然后他再走G五平四 这个棋就关系不大 哦 那只 那黑只能换掉了 对 你G发这样的话是假的 我一吃G就把你炮白灯了 对 这样换掉以后 杀一将黑方再马上进入 这样换一斤 你进来 他再马上进入 这儿他下部棋有马五进六 马五进七 就说他黑方的速度也很快 对 虽然少个子 但是这个位置 你要是这个对居呢 他就走马五进六 这个快马在那边 将来他会足三级把这个兵对掉 这个棋就形成马炮对马足的残局 由于黑方有足 红防也很难赢 这个棋就说红防略优一点 但是想取胜也很艰难 G一特一吃兵很关键 对 黑方是可以这么走 但是黑方的实战当中 他没有这么选 就是当红防走马二追四的时候 他就变招了 他走G七退三了 这个也是可以的 退居也挺稳妥的 对 他也避免红防马四进六 因为他有两种可能 对 那红防也只能G五平六 对 实际上他是G八平六三平 对 他还是想着走马四进六 黑方就G一特一吃出来 对 吃兵 这时候红防平局 那黑方就是走 对 然后黑方是平局捉了一下 对 掌局捉了一下 掌局捉了一下 对 对 不好意思 这个棋我可能看错了 当时我还是这么设想 然后退居的时候 他是走了一个平局 是吧 他是走的G五平六 对 他是平了一个局 这就是走哪个局会有差别 然后他是跳着个马 对 他的马得跳出来 对 我敢他平这个局 他这个局平不出来 他想这样 他这个炮 对 他想随时浸泡打 对 他的意思 跳中马的就是别住你 你马四进六 他可以直脚脚势 对 然后红防又去挖平六 是吧 对 红防在这时候平局 这个次序还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黑方 举一招势 他的意思是说你马四进六 我可以先披中一将 然后再受一次 对 然后红防再保住 就这个马三进五还挺重要的 这样你马四进六没有威胁了 对 然后呢 这个棋呢 就是走到这儿应该说是 应该说是这个比较关键的这个地方 就是说在双方时间都非常紧的情况下 黑方又特别是少一个大死的情况下 就是怎么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 这个也是挺有难度的 双方都挺难下 一边少视相 一边有卧槽马的威胁 黑方实际当中走得不够小心 结果棋局一下就陷入了泥潭 他走了一个足三级 结果是棋局 马上就坏了 感觉这地儿也没什么事 所以先对个兵 黑方可能最顽强的 这个棋应该走狙骑平五再点一步 你让马斯金六的话 它仍然是有15均四 这个棋还关系不大 因为你泡泡平五 它有狙骑平五的手段 对 平中泡平去站中了 我们游戏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细说了 总之黑方应该狙骑一点一步 对红方还是有一些威胁 能够做到攻守兼备 对 他实战当中 这个阻兵有点随意了 然后红方就抛发平五 抓住难得的机会 赶快架起中炮 这等于 你发现没有 现在红方等于是四个大子 全线进攻了 黑方一旦进入防守的状态 这个少大死一方 就显得吃亏了 所以这个棋局后来黑方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 对 还没有发挥出这两个局的优势来 后来我看黑方二折够不够 后来我一看这个棋也不行 只能打相 对 恐慌正好有正一着棋 如果没有打相 黑方还没有问题 你只能飞 然后他再吃 这样黑方比较痛苦 如果你足短 我鞠四平五 一抓 正好你这个马没有位置 对 马五近七跳上来 我鞠六平半 这是连杀 一江一杀象 砍中式 黑方足短片 先拦住 我现在不能去发现自己吃 吃你叫一江 马一江 抽鞠 但红方这个时候有一好奇 这个鞠可以退两步 他一意待劳 先把你的反击 对 防住 然后以后下部棋 去巴进四吃兵 然后进一步威胁你 这个棋发展下去 黑方应该顶不住 因为将来对着鞠 红方有边兵 在 主要还是少个像 对 像不丢的话 这个棋就没事了 对 这个还是挺关键 你要是马五近三的话 这个棋 红方可以鞠六平六 你这个位置也不对 对 吓不吃 你马再回 他又举五下 你这个位置顶不住 对 正好是位置挺差 对 那之前先鞠屏五江一军 对 我先把中路站住 是的 退一步 黑方有这种选择 江一军 这是 然后再把兵吃掉 这个棋的红方有这么一个手段 鞠六近 双鞠 准备强行对鞠 你现在只能马五近四 对 因为我鞠的屏五 你也挡不住了 红方 鞠四平五 那我鞠躲开 黑方 鞠五平七 这也是最佳的走法 红方就鞠五 就是把他砍掉 好 那马四近五这个有没有气 对 马四近五 红方有一个妙手 可以解围 这个棋 黑方也有些牵制 红方可以来利用率力 扬起尸来 送给你吃 你要是马五近三 将我 涮我平六 就是绝杀了 对 不能动 这马还在这儿不能动 你要是吃的话 吃是 红方就是简单的一退居 这般的 雷死 对 上帅 等你马一退回的时候 我再出帅 这是一个绝杀 对 如果你马五退四的话 他就居六平八了 你也杀不过他 平居这个杀法 你马五退四 他居六平八 他正好这个居啊 太强大了 攻守兼备 对 或者他居五 居五平七 这也行 居五平七不行 这是他降五平四 降五平四的话 我就居五平七 就将军居五平七 正好 黑方没有 直接居五平七 可以考虑 这个将军 这个棋还是要僵一句 对可以就这 你这么僵我上来 你这么僵我也上来 你僵不死我 黑方差也不齐 所以说这个棋 总之黑方二折也很难如意 就说红方在这种正确的攻击下 还是少一个像 这个变化我们就多给大家摆一下 就是说可以看到红方这个拘有拘还是强大 所以黑方可能也感觉到齐单一求和 他退一步 他没有一拘 他就逃拘了 对他拘退一吃兵 红方就抓住这个机会 马斯基六 没办法 还必须得支持 黑方只此一手 然后这个时候本来红方直接去六屏八也是不错 但红方为了走得先手更大一点 他马路退伍 他回马金枪 对 来登居 要炮打中马叫江 你只能聚集退一 这个时候红方再走去六屏八 红方这几步棋都走得很精彩 这个棋就是黑方只有招架之功了 没有还小之力了 对 他如果走退底巷的话 我们简单给大家摆一下 红方可以最简单的马虎品骑 那只能换掉 因为你马不能跳 跳我马金六灯江 这个是丢了太大 对 红方过河 这等于黑方没法去杀红方 对 比如说我们摆一个变好 他拘一瓶三捉 我就冰一瓶六 你再捉我 我就拘四进三保住 主要空头炮还是太厉害了 将来我还有下体狙 狙自瓶五江 对 还装上这个视像太危险了 红方有多种手段 将来他可以对狙了 对了一个狙 他狙暴兵杀伤力也很强 特别他的位置非常好 所以说黑方走 项目退三是当前是最顽强的走法 但也是不太好下起 他实战是十楼进五补了一手 对 然后这时候 红方就又走了一个先手棋 对 马武军棋 对 就这个棋 就是赵军走得比较到位 对 这几部棋都走得非常的准确 还拘一瓶四 对 因为这个棋 黑方这个马也不能飞 对 这个中套威力太大 上飞马 迟都不行 对 不这样累 看着这个视连是将军了 对 敌是杀棋 和红方继续走 黑方等于平静 就是为了单纯的保释 对 然后红方 这个鞠点过来 就拉住你准备吃死 你不能马武军六 马武军六就僵死你了 对 这个马也不能吃 那黑方 不丢子只能鞠四推二 因为它鞠不能动 横着动 又一僵又登尸了 然后这个时候看到 已经把黑方子力全控制住了 红方 再点二入去 下部准备炮打 现在红方虽然少视像 但是黑方全在防守阶段 对 黑方没有反击 所以红方少这视像 已经没有关系了 对 下部主要 下部棋炮一打僵 再几夸几夹一点 对 就是这个绝杀人士 所以这个 最后 最后没办法 就先出僵 他先出了一个僵 也没用 对 先防止 炮五 金五 一打相 对 还拉着他 拉着他 这个动不了 太痛苦 直接又弃子了 想来一个弃子 反击 他底里一僵 对 辅方是不会吃这个子 上将 对 后边就说的赵金星 这个机会抓得是非常好 对 主要这个兵三级 一个对兵错误 他就抓住机会了 没有给黑方一直 能缓和的一个机会 然后他炮平一打 走到这 黑方就是认负了 对 炮我平息 最后有不起 因为你拘一僵 它可以支势 你再将 它四路区可以电回来 黑方杀不死 对 没有用 应该说 这排棋 最后的入局 赵金星杀的 还是非常的精准的 对 最主要 黑方足三级走得不好 足三级把自己的门户 供开 应该还是走 拘一级 黑方这个布局 虽然少一个子 但是红方少了不少事项 还是各有顾忌的一个局面 大家如果对这个局面 要比较喜欢的话 也可以上网查一下 王天一在不久前 也跟赵金星下了一番市场 最终两个人下成了平局 有关对局 大家应该还是非常有兴趣的 特别是这个布局 也演绎出了很多精彩的变化 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